无论家里的电器和电脑 还有我们用的手机 里面电路板上 可以看到各种长相奇特的元件 有这类元件是这样的 或者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这类元件它们都叫电容 做什么用的 我们来做一个简易电容看看 这两个塑料杯 万二包一层锡纸 现在我们能够叠放在一起 再插一个这个锡纸 所有的电容本质上都是纯属电荷 用两层导电的金属锅 中间加一层绝缘介质制成的 当两台金属锅通电后 汇聚了正好相反的电荷 由于中间是绝缘介质 所以电荷会相互吸引 从而保持在金属锅上 这就是电容可以存储电荷的原理 根据不同的介质材料 有不同的电容 比如电解电容 迪伦电容 如石电容 磁片电容等 它们有不同的电器特性 电容的特性就是存储电荷 根据这个特性 电容主要有以下几类用途 整流滤波 就像是给电源装了个 稳定器和净化器 先把电给调稳定 再把电里的杂质给过滤干净 让电源出来干净稳定的电 信号偶合与旁路 电容特性是 格质流通胶流 通高频组低频 通俗的讲 它就像一个卫兵 把杂波 噪声和没用的信号挡在门外 只让需要的信号通过去 震荡电路 电容与电感或电阻组成震荡器 类似一个信号发声器 它们凑起来 一起震荡起来 就能产生一个固定频率的电信号 就像喇叭接上电后会发出固定声音一样 提高功率音数 空调排风扇等交流电机 必须有个启动电容 启动电容就像一个助推器 没有它 电机只能嗡嗡响 转不起来 存储电能 储能电容就像快充快放的充电宝 专门在那些需要一下放出大量电的地方 它能够快速地把肚子里的电全部倒出来 电容 电阻 电感 称为三大基础电子元件 无论在模拟电路 还是现在数字电路中 都非常重要 各种电路里 基本能看着它们出现